弟弟世界之物影战婆 第十九集 司马辉自知命在清客之间 也来不及多做解释 拿起了一枚芒卵 又举在那面前 分别在罗大海 阿翠 玉飞燕等人鼻子跟前一晃 众人顿时觉得一阵轻浮之气 沁人心脾 说不出的舒服受用 不仅更是奇怪 这缅甸芒所产的卵 怎么会有如此奇怪的味道 还没等众人明白过来 司马辉已将三枚芒卵一一打破 瘫了一地 立刻有股浓郁的奇香 在空气中传播开来 使人忍不住想趴在地上去舔 幸亏司马辉施得厉害 他是练过气的人 定力出众 在旁边强行制止 不让任何人接近顺乱 过了半分钟左右 众人只觉得喉中似有异物 如如欲动 奇痒难以遏制 那俄国人白熊 与枯瘦蜡 犹如僵尸的草上威尔人 醉线熬不住 他们同时挖了一声 各自吐出了二十厘米长的一条寄生水质 通体红纹斑斓 猝入而臂 全身都是血淋淋的吸盘 正落在那堆捏稠的液体里 只身一卷一扫 就已吸去了地上一半的芒卵 其余几人 也先后呕出了 附在在体内的吸人质 就连那些女黄水质吸进了地上的芒卵 不久便僵硬不动 化作了一片浓血 众人在闻那些残破的蛋壳 只觉得离得稍近些 都会觉得兴起壮老 胸中繁衍难倒 再也没有先前那种清甜冷庆之感 劫后余生的众人 个个都是脸色惨白 喘虚了许久 慢慢的恢复了神识 但是越想就越是后怕呀 本以为此番是必死无疑 幸得司马辉集中生日 想出了这个奇策 才捡回一条命来 否则再多耽搁片刻 实体内的马黄养成了刑 可就万难回天了 司马辉先前根本毫无把握 此时间这救命之策果然可行 心下也觉得侥幸得很 他还想救下先前逃走的那伙缅甸人 便带着卡尔维克 从后面追了上去 只沿着深谷寻出树里 却发现十几个缅甸武装人员 全被丛林里的气息所迷 并没有逃出太远 也从附近的树洞沿穴之中 逃出了芒卵 吞下去之后 使体内的食人质生长更快 没多久 便吸进了他们的脑髓 和周身的惊险 司马辉见那些缅甸人的死状 直觉的触目惊息 野人山里危机四伏 自己虽然躲过了这一劫 却不知还有多少凶险在前面 他担心与探险队的 其余幸存者走散 顾不上再去理会那些死尸 又转回来找到阿翠和罗大海等着 简单的对玉飞燕 说了那伙缅甸人的结果 玉飞燕料定那些缅甸人 中了治骨以后 根本不可能活着逃出野人山 对此倒也不觉得意外 然而 他对成败之术 看得格外执着 并且自视极高 栽不起跟头 既然接了这趟签子活 哪怕风险再大 仍然是妄图继续 深入野人山巨型列骨 玉飞燕记得山谷深处 薄雾渺渺 不时还可以看到野象的骨骸 只要跟着这些标记 找到了猛马洞窟 就等于接近了 英军御书机失踪的区域 既然已经解除了 柬埔寨诗人制的危险 岂能就此半途而废 可玉飞燕 看手下的草上飞 虽是保住性命 却已成了个废人 眼下的探险队 除了这位打头的 就剩下那个俄国人白熊了 但这俄国佬 冷漠残忍 反复无常 恨不可靠 玉飞燕见识了司马辉的手段 觉得此人 实有超群绝伦之处 如果真能够为自己所用 文石运输机里的货物 就算是捏在掌心了 想到这儿 他就对司马辉说 救命之恩 我不敢言谢 司马辉忙说 哎 火车跑得快 全凭车头带 你是给咱们打头的 我救你是雷索当然 又没着谢 你即便是愿意以身相许呢 我也不敢要你 玉飞燕刚一开口 就被司马辉 抢白了一场 禁不住是又羞又急 怒道 你想怎么死啊 但转念一想 这次跟谁都是这副 无赖腔调 我现在正值用人之计 暂且忍了也怕 于是强压着怒火 低声问道 你既然认我是打头的 那咱们先前的约定 可还算数 司马辉一听这话 已经知道玉飞燕还不死心 仍然想去找那架 失踪的文石特种运输机 心想 我以为我就是个亡命徒 没想到你呀 比我还不要命 这趟签子活凶险太大 真不如趁早认个晦气 就此歇壮算了 但司马辉思量当下的处境 实在也无路可退 受刑事所迫 也不得不誓死如归 只希望玉飞燕能把卡瑞维卡 带离缅甸境内 无论对方是进士退 自己都甘愿舍命奉陪 但他表示 还得跟罗大海等人商量商量 才能决定 司马辉说完 就去看了眼 罗大海和阿翠的情景 那爱人与自己一样 都无大爱 只是亏了血气 觉得精神萎靡 身上没有力气而已 罗大海见司马辉过来 就探讨 昨天我还怀念 咱这六国饭店里的 番茄炒蛋 可现在就连想想 都能想觉得恶心 我这辈子都不打算 再碰这种东西了 司马辉宽慰他的 其实鸡蛋也没什么好处 无非就是母鸡流产出来的东西而已 我就从来不吃 这是阿翠也在旁心有余悸地说 这回真是多亏了司马辉了 记得医书中有言 如毛银血 本是上古之风 然而现在的人们 已经习惯了水火相继而食 府内必然生虫 轻则损耗气血 重则送掉性命 我前两年 在曼德勒 跟随特务连行动的时候 曾治疗过他当地的 一个十来岁的少年 那少年身子骨疾瘦 唯独头颅和肚子气大 他在我面前走得急了 脑袋竟然从自己脖子上滚落了下来 奇怪的是也没怎么流血 我过去检查尸体 发现他腔子里爬满了马黄 肚腑和脑袋里更多 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一打听才得知 原来他常常吃河里的螺丝 可煮得不熟 所以寄生在螺丝中的马黄卵 都吸附在他体内 倘若出师舍命灌下少许毒药 或许还可以抢救 但只要马黄入脑 或是在腹中成形 纵然是滑脱扁鹊在世 也救不了他 司马辉 没提他用的是祖传的项物之术 只说我这都是拿不上台面的土方子 遍布太监辽等地的各种邪术 虽然传得分外诡异恐怖 但只要溃破了根源 找出了应对克制之道 其实也没什么秘密可言 阿翠听怕仍觉得佩服不已 他了解吸血马黄的寄生习性 告诉司马辉说 身体中被女黄水质寄生过的人 气血必然有所减弱 也正因为如此 只要将附在体内的柬埔寨石人质拔除 近几天内就不必担心 再被马黄给吸附了 现在这些丛林里的积水 对咱们已经构不成威胁了 可是热带风团浮屠 随时都会进入野人山 留在这里也迟早会被山洪推没 接下来何起何从 必须要尽快做出决定 司马辉点头说 消除了柬埔寨石人质 只不过是暂时克服了野人山里 隐藏的无数凶险之一 仅此一项 就让探险队损失了超过80%的成员 如果再去寻找那架 坠落在巨型裂谷深处的英国运输机 肯定还要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 但现在天气转为恶劣 环境将变得越来越复杂 走回头路也没有任何把握 只好暂时置之死地而后生了 阿翠想为卡罗维卡 争取一个逃离缅甸的机会 他表示愿意舍命跟随探险队 继续向深山列谷走去 罗大海也道 在缅甸这些年 只做杀人放火的事 可从来没有真正帮到过任何人 如今难得有个机会 俺老罗自然没二话可说 三人商量定 司马辉就告诉玉飞燕 我们四人除去一身之外 就再也没有别的牵挂 索性跟着你一条道走到黑算了 玉飞燕称谢道 多成诸位不亲 足感盛情 只是一言即定 再无翻遍才好 从今而后 咱们何当同舟共计 患难相救 他见这路途凶险 再也不敢草率 当即命令众人 整顿剩余的装备 探险队进山时 曾经携带有大量物资 但在刚才的溃散 混乱之际 也失落了不少 电台也被火焰喷射器烧坏了 此刻重新整顿 没了缅甸人做脚夫 只好尽量轻装 把能抛下的全都扔了 那俄国人白熊 把自己带的大杯囊里 塞满了导火索 炸药烟花风钻 司马辉觉得 列骨身陷地底 有雾气障眼 照明设备必不可少 就多捡了一些探照灯 和聚光手电筒 以及电池信号主物 照明弹等物 都放进了囊中 其余几人 则都带了一些 必须的武器和压缩的干粮 玉飞燕让罗大海 将剩下的一具火焰喷射器 带上 以侧安全 而罗大海却敌死不堪 说咱爷们三打蜡树 刺下来朗 突破一落瓦底 伯固反围角 学习曼德勒 什么大阵事没见过 丛林里 是有风险 只凭身上的本事 和手中的刀枪 也足以应付 根本用不着 这什么火焰喷射器 再说这鬼玩意 万一炸了 我罗大舌头壳就倒霉了 你瞧瞧刚才被活活 烧成焦炭的那几位爷 连模样都没了 恐怕到阴曹地府里 连阳王爷也认不出 他们是谁 你要非让我背他 那还不如直接一枪 给我蹦死算了 挨几枪也顶多 就是在身上 贴几个窟窿眼的事 那样我死得还利索些 玉飞也没料到 这一个事 竟然招出他这么多话来 只得罢了这个念头 这是躺在地上的草上飞 恢复了一些神志 问宁的情况 此之被抛在深山老林里 也难逃一死 他战战兢兢地苦求着手里 接力从牙缝里 挤出了几个字来 大头的 行行好 给我留条命 阿翠不忍就此抛下草上飞 任其自生自灭 他不等玉飞燕做出决定 就以用刀削了两段竹藤 利用防御斗篷和绳索附助 临时制成了一副简易担架 同卡罗维克两人 把奄奄一息的草上飞给抬上 这才肯动身出发 众人继续在迷宫般的山谷里 迷路向前 自古以来也不知有多少缅甸野巷 经过这片区域 步入他们历代先祖 埋谷的坟窟 其中就有许多因为年迈体衰 祸遭误害 提前倒闭在半路之上 这些遗骨残骸的化石 就成了断断续续 指引着猛马洞窟位置的路标 司马辉等人寻着向海的踪迹 往深处走了许久 忽然一阵阴冷的山风吹来 玉飞燕自言自语的道 热带风团到了 只见山间博雾半开 视野变得稍稍开阔了起来 众人停下脚步四处打量 见体内有许多相互贯通的洞窟 洞中遍布着向海 层层叠压 已经堆积成了一座座的山丘之形 古牙耸立交错 洞窟最深处藏有石门通道 打磨得如同大理石一样平整 几乎全部都有浮雕装饰 从藤蔓和树根侵蚀入墙裂缝的痕迹来看 至少是处千年古迹 但不知是出于什么缘故 所有的浮雕都遭到了彻底破坏 没有给后世留下任何可以解读的信息 这些被故意破坏损毁的部分 仿佛是一道挥不去抹不掉的厚厚屏障 隐藏着野人山里无穷无尽的秘密 涌道通往山外 尽头是座半塌的石门 外面生满了茂密的植被 硕大的乌花果树都有核爆粗细 树冠垂地 四周雾气更浓 能见度仅在十步之内 十不知身在何否 耳听天空中闷雷焦躁之声 隆隆翻滚 热带风团浮屠的前风 已然袭来 笼罩在野人山里的重重迷雾 也被这狂风吹散开来 四周随即陷入到一片 世间末日般的漆黑之中 起伏的群山 虽然暂时撤去的 他那道白色的神秘面纱 却又被一层厚重的黑布围满 严密地覆盖着 众人只好摸着黑 向高处走去 正在居高林下 寻找野人山巨型猎谷所在的位置 不料刚攀上一道山坡 眼前忽然耍的一片雪亮 一道娇弱惊龙的闪电 出现在了天际 众人被那道闪电所惊 下意识地抬头去看 只见 第一空中竟有一架 纹石运输机掠过头顶 机舱内没有一丝灯光 机翼上的螺旋桨也停住不动 整架机体 犹如一个悄无声息的黑影 在云层下的狂风中 骚然试过 飞行的高度低得不可能再低了 这简直是一幕不可思议的情形 在如此恶劣的天后条件下 绝对不可能有人胆敢驾击飞行 另外这架飞机从内到外 完全没有任何灯光 连发动机也是停止的 黑压压的毫无声息 似乎那机舱里面根本没有活着 只是在那电光火石的短短一瞬间 都在惨白雪亮的闪电光中 隐约看到机身上有个黑蛇标记 雷电惊空也不过是眨眼功夫 再想去仔细辨认 周围却已经再一次陷入到一片漆黑 那架形同鬼魅幽灵般的机友 就此也消失在了无边的黑暗中 众人粗然缩毒都惊得合不拢嘴 过了半晌才回过神来 不约而同的都使劲揉了揉双眼 还以为先前是自己眼睛花了 刚才掠过头顶的那架文式特种运输机 机身上会有一条形态诡异的黑蛇 分明与照片上的目标机体完全一致 若以常理想象 英国皇家空军的黑蛇号运输机 早在1948年前后 就已经失踪在野人山了 隔了二十几年的时间 他怎么可能至今还在山区的低空中盘旋呢